Hello 大家好 我是电动讯辉辉 上期的视频呢 我为大家看了一下我这一台从粉改绿的红光明的EV 那么这位小伙伴在问我 这台车都变绿了 那它还能合法上路吗 登 看 行驶生的这一个颜色已经跟我后面的这一个车是一模一样的 小伙伴们在改完车漆之后 一定一定要记得去车管所备案 各地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无论你是贴膜呢 还是喷漆 都是属于机动车变更登记业务 你需要带上好你的身份证元件 行驶证以及这一个小绿本 然后去车管所领一张登记表 然后再去验一个车拍一张照 再等一段时间 等你的新的行驶证的时候 就会发现你的车已经合法备案了 你看这是我的行驶证 然后看一下这个小绿本上面登记的是绿白双色 所以整个流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也不需要很昂贵的费用 只需要一个十块钱的公本费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换了一下车辆的轮胎 如果这一个轮胎是不属于原厂各个型号里面的 那么这一种情况大概也是没法通过检查的 那么接下来我还要对这个车做一些什么呢 大家先请期待吧 见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